沙巴周選打得火熱 明星黨主席沙菲毅被對手標籤為偷渡客 事實上 這已經不是沙菲毅第一次被說成外來者了 509大選到現在的周選 政敵是不斷宣揚 讓沙菲毅繼續當首長的話 沙巴可能會有更多的非法外來者 而受制於菲律賓 沙菲毅的民族身份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沙菲毅其實是巴窯族的後裔 他的政治勢力主要是分布在沙巴東海岸 以巴窯和蘇魯穆斯林為主 說起巴窯族 有人說他們來自菲律賓塔威塔威群島 因為受不了當年棉蘭老島的戰亂 才南下漂流到沙巴生活 但也有人說巴窯人的祖先原本是柔佛士兵 14世紀護送柔佛公主出嫁到蘇魯王國的途中 被問來王子所攻擊截去公主 而這群士兵無言再回去面對柔佛蘇丹 只好日夜在沙巴漂流尋找公主 進而成為海上民族 不管真相如何 可以確定的是 巴窯人已經是沙巴、印尼和菲律賓一帶 一個特殊的存在 1990年以前 巴窯族以IMM13難民居留證 烏隆烏隆卡和普查證書居留在沙巴 而在1990年巫統東渡沙巴開啟了M計劃 批准公民權給外來非法或合法移民之後 有的巴窯族人因此獲得身份證 來到今天 巴窯族已經成為了沙巴的第二大族群 而根據沙巴州憲法 巴窯族是沙巴原住民享有土著權益 其實除了巴窯族 沙巴還有其他土著 比如說比薩亞人、問來人、蘇陸人和地東人等等 他們都是非烏裔穆斯林土著 擁有自己的母語和文化習俗 和喜馬仁認知的烏裔穆斯林土著有本質上的不同 像是沙菲裔、艾沙黨主席阿尼法、沙巴巫統主席邦莫達等等 都是這些群體的代表 了解到這裡為止 你知道為什麼沙菲裔巴窯族的身份會被政敵特別挑起了嗎? 久了, 辛苦了 行,謝謝